词曰 奉济金泥带 龙文玉掌书 去来窗下孝来福 爱到话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微人酒 苗花是首出 等闲寒孝问狂夫 孝问欢情不简就时吗 话说西门庆陪大就饮酒 至晚回家 到次日 京都间早晨骑马来拜谢 说道 昨日见旨意下来 下官不胜欢喜 足见老温爱后 费心知智 时为贤劫难忘 说必 茶汤两患 京都间起身 应问 云大人道几时请俺们吃酒 西门庆道 尽节这两日也是请不成 直到正月间罢了 送至大门 上 马儿去 西门庆载了一口仙珠 两坛浙江酒 一匹大红绒金至圆领 一匹黑青庄花柱丝圆领 一百果现金饼 谢送玉石 就差春红拿贴二 送到茶院去 门令人报进去 送玉石换至后厅火房内 赏茶池 等写了回帖 又赏了春红三钱银子 来见西门庆 拆开观看 尚写著 两次造扰华府 耸愧书胜 金又汝成后况 何以客当 外令亲经子事 以据本以 相以之息 连日可养封标 荣当面息 史玄锦谢 世生宋乔年拜大锦衣西门先生大人门下 宋玉 史随即差人 送了一百本历日 四万纸 一口珠来回礼 一日 上司行下文书来 令吴大舅本未到任管事 西门庆拜去 就与吴大舅三十两银子 四匹经段 教他上下使用 到二十四日 封了印来家 又被洋酒花红轴纹 邀请亲朋 等吴大舅从魏中上任回来 迎接到家 百大酒席与他作贺 又是何千户东京家眷到了 西门庆写月娘名字 送茶过去 到二十六日 玉皇庙无道观十二个道众 在家与李平儿念百日经 整座法式 大吹大打 各亲朋都来送 茶 请吃斋供 至晚方散 巨步在言表 至念七日 西门庆打发各家送礼 英伯爵 谢西大 长智杰 复火纪 甘火纪 寒道国 奔地传 崔本 每家半口珠 半羌羊 一坛酒 二包米 一两银子 院中李贵姐 吴银儿 正爱月儿 每人一套衣服 三两银子 吴月娘又与安里薛姑子打斋 另来安儿送香油 米面 银钱去 不再言表 看看到年厨之日 川眉表月 言学滚风 竹抱千门万户 家家贴春盛 处处挑桃服 西门庆烧了纸 又到于李平儿房 临前祭奠 祭弊 至酒于后堂 何家大小欢乐 手下家人小厮并丫头媳妇 都来磕头 西门庆与吴月娘 具有手帕 汉金 银钱赏赐 到次日 众和元年新正月元旦 西门庆早起冠冕 川大红 天地上烧了纸 吃了点心 贝马就拜寻暗赫劫去了 月娘与众妇人早起来 施朱腹粉 插花插翠 锦裙袖袄 罗袜弓鞋 装点妖娆 打扮可喜 都来月娘房礼行礼 那平安儿与该日节级在门首接拜帖 上门部 答应往来官长侍夫 戴安与王晶穿着新衣裳 新靴 新帽 在门首踢剑子 放炮杖 磕瓜子儿 众伙计主管 伺候见结者 不计其数 都是陈静继一人管带 约赏午 西门庆王府县拜了人回来 刚下马 招宣府王三官儿一金柱来拜 道厅上拜了西门庆四双八拜 然后请吴月娘见 西门庆请到后边 与月娘见了 出来前厅留作 才拿起酒来吃了一盏 只见和千户来拜 西门庆就叫陈静继管带陪王三官儿 他便往卷棚内陪和千户坐去了 王三官吃了一回 告此起身 陈静继送出大门 上马儿去 落后又是京 都监 云指挥 乔大户 皆落役而至 西门庆带了一日人 已酒带半憨 至晚打发人去了 回到上房歇了一夜 到次早 又出去贺劫 至晚归来 家中已有韩怡夫 英伯爵 谢西大 长智杰 花子瑶来拜 陈静继陪在厅上坐的 西门庆到了 见碧礼 重新摆上酒来饮酒 韩怡夫与花子瑶阁门 先去了 盛夏伯爵 西大 长智杰 作歌定光尤尔不去 又壮见吾二就来了 见了礼 又往后边拜见月娘 出来一处坐的 直吃到掌灯以后方散 西门庆已吃的 鸣顶大醉 送出伯爵 等到门守众人去了 西门庆见戴安在旁站立 捏了一把手 戴安就知其意义 说道 他屋里没人 这西门庆就撞入他房内 老婆早已在门里迎接进去 两个也无闲话 走到礼间 脱衣解代就干起来 原来老婆好病住腿干 两只手擅住 只叫西门庆囊他心子 那浪水热热一阵流出来 把床入皆失 西门庆归头沾了要 囊进去 两手搬住腰 只顾揉搓 竹饼进入至根 不容毫发 那妇人邓木 口中只叫亲爷 那西门庆问他 你 小明叫什么 说与我 老婆道 奴娘家姓业 排行五姐 西门庆口中南南那那 就叫夜五而不绝 那老婆原是乃自出身 与奔寺思通 被拐出来 瞻为妻子 今年三十二岁 什么事不知道 口里如流水连叫亲爷不绝 情农一谢如注 西门庆扯出竹饼要抹 妇人拦住 修抹 等淫妇下去 替你顺静了吧 西门庆满心欢喜 妇人真个蹲下身子 双手捧定那话 顺扎得前前静静 才细上裤子 因问西门庆 他怎的去嫩些时不来 西门庆道 我这里也盼他力 只怕金钟你下老爹留住他使 又与了老婆二 三两银子盘缠 因说 我带与你一套衣服 孔奔寺知道不好意思 不如与你些银子儿 你自家制买吧 开门送出来 戴安又早在铺子里眼门等候 西门庆便往后边去了 看官听说 自古上梁不正则下梁歪 原来奔寺老婆先与戴安有奸 这戴安刚打发西门庆进去了 因父伙计又没在铺子里上诉 他与平安儿打了两大壶酒 就在老婆屋里吃到有二更十分 平安在铺子里歇了 他就和老婆在屋里睡了一宿 有这等的事 正是 满眼风流满眼迷 蚕花和事滥如泥 时勤暂惜伤灵操 惹得山勤绕树题 却说奔寺老婆惋惜同戴安睡了 因对他说 我一时依了爹 只怕隔壁喊嫂儿传壤的后边知道 也是喊伙计娘子 一时被你娘们说上几句 羞人哒哒的 怎好相见 戴安道 如今家中 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语 别的不打紧 俺大娘道也罢了 只是五娘快出尖儿 你依我 节尖买些什么儿 进去孝顺俺大娘 别的不稀罕 他平息好吃蒸酥 你买一钱银子果馅蒸酥 一盒好大壮瓜子送进去 达出九日是俺五娘生日 你再送些礼去 踢己再送一盒瓜子于俺五娘 管情就掩住许多口嘴 这奔寺老婆真各依住戴安之言 第二日赶西门庆不在家 戴安就替他买了盒子 多进月娘房中 月娘便道 是那里的 戴安道 是奔寺嫂子送与娘吃的 月娘道 他男子汉又不在家 那讨个钱来 又教他费心 连忙收了 又回出一盒馒头 一盒果子 说 上父他 多谢了 双引号 那日西门庆拜人回家 早又遇皇庙吴道官来拜 在厅上留作吃酒 刚打发吴道官去了 西门庆脱了衣服 使戴安 你骑了马 问生文嫂儿去 俺爹今日要来拜拜太太 看他怎的说 戴安道 爹 不消去 头里文嫂儿骑着驴子打门手过去了 他说明日初四 王三官儿起身往东京 与六皇公公磕头去了 太太说 娇爷初六日过去见节 他那里伺候 西门庆便道 他真各这等说来 戴安道 莫不晓得敢说谎 这西门庆就入后边去了 刚到上房坐下 忽来安耳来报 大舅来了 只见吴大舅官免住 恕住今代 进入后堂 先拜西门庆 说道 我吴凯多蒙姐夫抬举看顾 又破费姐夫 多谢厚礼 昨日姐夫下降 我又不在家 失营 今日近来与姐夫磕个头儿 恕我持慢之罪 说住 磕下头去 西门庆荒芒顶头相还 说道 大舅恭喜 至亲何必计较 拜毕 月娘出来与他割磕头 慌得大舅芒还半礼 说道 姐姐 两礼而罢 哥哥嫂嫂不识好歹 常来扰害你两口儿 你哥老 了 看顾看顾罢 月娘道 一时有不到处 望哥丹带便了 吴大舅道 姐姐没得说 雷你两口儿还少力 拜毕 西门庆留吴大舅坐 说道 这咱晚了 料大舅也不拜人了 宽了衣裳 咱房里坐罢 不想孟玉楼与潘金连两个都在屋里 听见让吴大舅进来 连忙走出来 与大舅磕头 磕了头 进往个人房里去了 西门庆让大舅房内坐的 起火盆安放桌儿 摆上菜儿来 小玉 玉霄都来与大舅磕头 月娘用小金香中儿 真酒帝与大舅 西门 庆主为香陪 吴大舅让道 姐姐你也来坐的 月娘道 我就来 又往里监房内 拿出数样配酒的果菜来 饮酒之间 西门庆便问 大舅的宫事都停荡了 吴大舅道 蒙姐夫抬举 魏中润便道了 上下人士 道也都周给的七八 只有屯所里未曾去到道任 胆日是个好日期 魏中开了印 来家整理些盒子 须得抬到屯所里道任 行排居将那屯头来参见 吩咐吩咐 前官丁大人坏了事情 已被巡抚侯爷参合去了 如今我接管成行 需要镇刷在 侧花户 锦力屯头 不要把这旧馆新增开报明白 到明日秋凉下睡 才好下屯征收 西门庆道 通共约有多少屯田 吴大旧道 太祖旧历 为养兵省转书之劳 才立下这屯田 那时只是上纳秋凉 后吃宰相王安时立清苗法 增上这下睡 而今季州馆内 除了抛荒 围场 港爱 通共二万七千请屯地 每请秋睡下睡只征收一两八钱 不上五百两银子 到年中总清销了 往东平府交纳 转行招商 以备军粮马草作用 西门庆又问 还有限于之 立 吴大旧道 虽故还有些抛铃人户不再侧者 乡民玩滑 若十分争紧了 等称胡斗亮 恐生口致起功论 西门庆道 若是多寡有些二也罢 难道说全争 吴大旧道 不满姐夫说 若会管此屯 见一年也有百十两银子 到年中 人户们还有些鸡额十米相送 那个是个人取密 不在树内的 只是多赖姐夫力量扶持 西门庆道 得勾你老人家缴给 也尽我一点之心 说了回 月娘也走来旁边陪坐 三人饮酒 到掌灯以后 吴大旧才起身 去了 西门庆就在今年房中歇了一夜 到次日早往衙门中开印 声听话卯 发放公示 先是云里守家发帖二 初五日请西门庆 并和谓官员吃庆官酒 次日 和千户娘子兰氏下帖二 初六日请月娘姊妹相会 且说那日西门庆同应伯爵 吴大旧三人起身到云里守家 原来旁边又点了人家一所房子 三间客位内摆酒 叫了一起吹打古月迎接 都有桌面 吃至晚夕来家 八不到次日 月娘往和千户家吃酒去了 西门庆打选衣帽齐整 骑马带眼纱 戴安 秦童 跟随 午后十分 近来王昭轩府中拜节 王三官儿不在 送进帖二去 温嫂儿又早在那里 接了帖二 连忙报与林太太说 出来 请老爷后边坐 转过大厅 到于后边 掀起名帘 只见里边取书扎地 莲幕垂红 少请 林氏穿着大红通绣袍儿 朱翠迎头 与西门庆见碧礼树 留作带茶 吩咐 大官 把马迁于后曹未养 茶吧 让西门庆宽衣房内坐 说道 小儿从初四日往东京 与他叔岳父六皇太尉磕头去了 只过了元宵才来 西门庆一面换代安 脱去上盖 里边穿着白领袄子 天青飞鱼场衣 十分措药 妇人房里安放桌席 虚余 丫鬟拿酒菜上来 杯盘罗裂 摇转堆盈 酒饭金波 茶烹玉蕊 妇人玉手传杯 秋波送意 猜眉至头 笑语轰春 化凉酒 意恰情浓 饮多食 木邪心荡 看看日落黄昏 又早高烧银竹 待安 秦童自有闻扫二管带 等闲不过这边来 妇人又倒扣脚门 同蒲水赶善入 酒憨之际 两人共入礼间房内 掀开袖杖 关上窗户 轻踢银钢 盲眼诸户 男子则姐依旧请 妇 人急喜聘上床 枕涉宝花 被翻红浪 原来西门庆带了银器包而来 安心要敖战这婆娘 早把胡僧要用酒吃在腹中 那话上使住双托子 在被窝中 嫁起妇人两骨 纵竹丙入聘中 举腰斩立 一阵仙藤骨道 连声响亮 妇人在下 眉口叫轻打打如流水 正是 昭海惊撞秋色里 积天屁股月鸣中 但见 迷魂阵霸 射破其开 迷魂阵上 闪出一元九金刚 色魔王能争冠战 射魂其下 拥一个粉骷髅 花狐狸百妹千娇 这阵上 扑咚咚 古阵春雷 那阵 上 闹哀哀 射蓝爱戴 这阵上 富蓉蓉 北帆红浪精神剑 那阵上 刷辣辣 帐控银沟情义乖 这一个急斩斩 二十四卸刃徘徊 那一个呼辣辣 一十八滚难挣扎 豆粮酒 汗静静 拆横并乱 占多时 喘吁吁 枕侧轻歪 钦克肩 肿眉 月囊 眼 煞石下 肉占皮开 正是 几番熬战 贪淫腹 不是今番这一遭 当下西门庆 就在这婆娘心口 与殷户烧了两炷香 许下胆日家中白酒 使人请他同三官二娘子去看灯耍子 这妇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腹定了 于是满口应成都去 西门庆满心欢喜 起来与他流连痛饮 至二更时分 把马从后门迁出 坐别回家 正是 近日思君以化楼 相逢不舍又贫流 流浪墨为桃花老 浪把青红煮水流 西门庆到家 有平安兰门饼说 今日有薛公公家插人送请帖儿 请爹早往门外黄庄看春 又是云二叔家送了五个帖儿 请五位娘吃节酒 西门庆听了 进入月娘房来 只见孟玉楼 潘金莲都在房内坐的 月娘从何千户家赴了习来家 正坐着说话 见西门庆进来 连忙到了万福 因问 你今日往那里 这咱才来 西门庆没得说 只说 我在因二哥家留坐 月娘便说起 今日何千户家九席上市 原来何千户娘子年还小厉 今年才十八岁 生得登上人儿也四 一表人物 好标志 知金博古 见我去 恰似会了几遍 好不喜恰 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 房里到始住四个丫头 两个养娘 两房家人媳妇 西门庆道 她是内府生活索兰太监侄女儿 嫁与她赔了好少前儿 月娘道 明日云火记家 又情安美 吃节酒 送了五个贴尔叶 端帝去不去 西门庆说 她既请你美 都去走走吧 月娘道 刘学姐在家吧 只怕大劫下 一时有个人客闯将来 她每没处抓挠 西门庆道 也罢 刘学姐在家里 你每四个去吧 明日薛太监请我看春 我也懒带去 这两日春气发也怎的 只害这腰腿疼 月娘道 你腰腿疼只怕是弹火 问任衣冠陶两服要吃不是 只顾挨着怎的 西门庆道 不妨是 由她 亦发过了这两日吃 心静些 因和月娘计较 到明日登节 咱少不得窒息酒儿 请请和大人娘子 连州守备娘子 京南港娘子 张庆家母 云二哥娘子 连王三官二母亲 何大静子 崔庆家母 这几位都会会 也只在十二三 挂起灯来 还叫王皇庆家 那起小私办戏耍一日 去年还有奔寺在家 扎几架烟火放 今年她东京去了 只顾不见来 却娇谁人看着扎 那金莲在旁插口道 奔寺去了 她娘子二扎也是一般 这西门庆就瞅了金莲道 这个小淫妇儿 三句话就说下道儿去了 那月 娘 御楼也不采固 就罢了 因说道 那王官二娘 咱没与她没会过 人生面不熟 怎么好请她 只怕她也不肯来 西门庆道 她既任我做亲 咱送各帖儿与她 来不来 随她就是了 月娘又道 我明日不往云家去吧 怀着各林月身子 只管往人家撞来撞去的 教人家唇齿 御楼道 怕怎的 你身子怀的又不险 怕还不是这个月的孩子 不妨是 大劫下自嫩散心 去走走儿才好 说必 西门庆吃了茶 就往后边孙雪鹅房里去了 那潘 今年见她往雪鹅房中去 叫了大姐 也就往前边去了 西门庆道 于雪鹅房中 教她打腿捏身上 捏了半夜 一宿晚景提过 到次日早晨 只见应伯爵走来 对西门庆说 昨日云二嫂送了个贴儿 今日请房下陪众嫂子坐 家中就时有几件衣服儿 督导她了 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 惹得人家笑话 赶来上副嫂子 有上盖衣服 借约两套儿 头面簪环 借约几件儿 教她穿戴了去 西门庆令王经 你里边对你大娘说去 伯爵道 应宝在外边拿着 沾包并合二立 哥哥 雷你拿进去 就包出来吧 那王经接沾包进去 两酒抱出来 交与应宝 说道 里面两套上色段子织金衣服 大小五件头面 一双环二 应宝接得去了 西门庆陪伯爵吃茶 说道 今日薛内乡又请我们外看春 怎么得功夫去 吴庆家庙里又送贴儿 初九日年力打叫 也是去不成 交小旭去罢了 这两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 只害腰疼 懒带动弹 伯爵道 哥 你还是酒之过 师坛留住在这下不 也还该记记 西门庆 道 这节间到人家 谁肯清放了你 怎么记得住 正说住 只见戴安拿进河尔来 说道 和老爹家插人送请贴儿来 初九日请吃节酒 西门庆道 早是你看着 人家来请 你怎不去 于是看河尔内 放住三个请贴儿 一个双红牵儿 写住大银杖四拳翁老先生大人 一个写大都捆吴老先生大人 一个写住大香望应老先生大人 据世事交生何永寿顿首败 戴安说 他说不认得 交咱这里转送送儿去 伯爵一见便说 双引号 这个却怎样儿的 我还没送李儿去与他 怎好去 西门庆道 我这里替你封上分帕李儿 你差应保早送去就是了 一面令王经 你封二钱银子 一方首帕 写你应二爹名字 与你应二爹 一说 你把这请贴儿秀了去 省得我又交人送 只把无大救的插来安儿送去了 虚于 王经封了帕李帝与伯爵 伯爵打工说道 又多谢哥 我后日早来会你 咱一同起身 说必 作词去了 五尖 五月娘等打扮停荡 一顶大轿 三顶小轿 后面又待 着来绝席父儿会员 收叠衣服 一顶小轿儿 四名排军贺道 秦童 春红 齐童 来安四个跟随 往云指挥家来吃酒 正是 脆梅云并化中人 鸟挪公腰炯出尘 天上嫦娥园有种 娇羞酿出十分春 不说月娘众人吃酒去了 且说西门庆吩咐大门上平安儿 随问什么人 只说我不在 有天儿接了就是了 那平安经过一遭 那里再赶离了左右 只在门首坐的 但有人刻来望 只回不在家 西门庆音害腿疼 猛然想起任衣冠与他言受担 用人辱吃 于是来到李平儿房中 叫迎春拿菜儿 筛酒来吃 迎春打发了 就走过隔壁 和春梅下棋去了 要茶要水 自有如意而打发 西门庆见丫鬟不在屋里 就在炕上斜靠住 露出那话 带着银托子 教他用口笋扎 一面真酒自饮 音呼道 张四儿 我的儿 你用心替打打扎 我到明日 寻出件好装花段子 笔甲二来 你正月十二日穿 老婆道 看他可怜见 扎弄勾一顿饭食 西门庆道 我儿 我心里要在你身上烧住香儿 老婆道 随爹捡住 烧 西门庆令他关上房门 把裙子脱了 仰卧在炕上 西门庆秀内还有烧临室 剩下的三个烧酒尽的香马儿 撇去他抹胸儿 一个坐在他心口内 一个坐在他小堵儿底下 一个安在他盖子上 用安息香一起点着 那话下边便插进聘中 低着头看着拽 只顾没棱鹿脑 往来叠近不已 又取过静台来旁边照看 须于 那香烧到肉根前 妇人醋眉涅齿 忍其疼痛 口里颤声柔语 哼成一块 眉口字叫 答答 爹爹 罢了我了 好难忍他 西门庆便叫道 张四银妇儿 你是谁的老婆 妇人道 我是爹的老婆 西门庆叫于他 你说是雄旺的老婆 今日数了我的亲达达了 那妇人回应道 淫妇原是雄旺的老婆 今日数了我的亲达达了 西门庆又问道 我会操不会 妇人道 达达会操 两个吟声艳语 无般言语不说出来 西门庆那话粗大 称得妇人聘中满满 往来出入 戴得花心红如鹰鹉蛇 黑似蝙蝠翅 翻腹可爱 西门庆于是把他两骨搬居在怀内 四体骄渣 两相迎凑 那话尽 梅至根 不容毫发 妇人瞪目失声 饮水流下 西门庆情浓乐极 精渺如泉涌 正是 不知已透春消息 但觉醒海骨结融 西门庆烧了老婆身上三处春 开门寻了一件悬色段子装花笔甲儿与她 至晚 月娘众人来家 对西门庆说 原来云二嫂也怀着各大身子 俺俩今日酒席上都递了酒 说过 到明日两家若分娩了 若是一男一女 两家结亲做庆嫁 若都是男子 同堂公叔 若是女儿 拜做姐妹 一处做真指 来往亲戚耍子 应二嫂做保证 双引号 西门庆听的笑了 话羞饶舌 到第二日 却是潘金莲上寿 西门庆早起往衙门中去了 吩咐小四美台出灯来 收拾开抹干净 各处张挂 叫来星买鲜果 叫小悠惋惜上寿 潘金莲早晨打扮出来 花装粉抹 脆袖珠唇 走来大厅上 看见戴安与秦童 站在高凳上挂灯 因笑嘻嘻说道 我道是谁在这里 原来是你美挂灯力 秦童道 今日是五娘上寿 爹吩咐叫俺美挂了灯 明日娘生日好白酒 晚兮晓得美与娘磕头 娘已定赏俺美丽 妇人道 要 打便有 要赏可美有 秦童道 耶护 娘怎的美打不说话 行动只把打放在头里 小的美是娘的儿女 娘看顾看顾而便好 如何只说打起来 妇人道 贼求 别要说嘴 你好声仔细挂那灯 没得利儿扯儿的 拿不牢掉将下来 前日年礼 未催本来 说你爹大白礼不见了 显了显射了一顿打 没曾打 这糟儿可打得成了 秦童道 娘只说破话 小的命儿薄薄的 又胡小的 戴安道 娘也会打听 这个话儿娘怎得知 妇人道 宫外有 朱松 宫内有口中 中的生儿 树的影儿 我怎么有个不知道的 昨日可是你爹对你大娘说 去年有奔寺在家 还扎了几架烟火放 今年他不在家 就没人会扎 吃我说了两句 他不在家 左右有他老婆会扎 叫他扎不是 戴安道 娘说的什么话 一个伙计家 那里有此事 妇人道 什么话 谈木把 有此事 真个的 话一道儿 只怕操过戒二去了 秦童道 娘也休听人说 只怕奔寺来家之道 妇人道 可不瞒那王八里 我只说 那王八也是明王八 怪不得他往东京去的放心 丢下老婆在家 料莫他也不肯把逼贤住 贼求根子们 别要说嘴 打火儿替你爹做牵头 引上了道儿 你美好徒 足利 狗尾儿 说的是也不是 敢说我知道 秦道贼淫妇买礼来 与我也罢了 又送征苏与他大娘 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儿与我 要买住我的嘴头子 他是会养汉儿 我就猜没别人 就知道是戴安这贼求根子 替他铺谋定计 带安道 娘去杀小的 小的平白管他这勾当怎的 小的等闲也不 往他屋里去 娘也少听寒回子老婆说话 他两个为孩子好不攘乱 常言要好不能够 要逮登时就 防盗鸭不杀人 舌头盗鸭人 听者有 不听者无 论起来 奔似娘子为人和气 在咱们守住着 家中大小梅曾饿食了一个人 谁不在他屋里讨茶吃 墨布都养住 到梅处放 金莲道 我见那水眼淫妇 矮住个靶子 像个半头砖耳也是的 把那水挤挤眼挤住 七八拿少耳咬 好个怪淫妇 他和那寒道国老婆 那长大摔瓜的淫妇 我不知怎 得 掐了眼而不待见他 正说住 只见小玉走来说 俺娘请五娘 潘姥姥来了 要轿子前立 金莲道 我在这里站着 他从多咱进去了 秦桐道 姥姥打家道里进去的 一来的轿子 该他六分银子 金莲道 我纳得银子 来人家来 怎不带轿子前而走 一面走到后边 见了他娘 只顾不与他叫子前 只说没有 月娘道 你与老老一钱银子 写账就是了 金莲道 我是不惹他 他的银子都有数儿 只教我买东西 没教我打发叫 子前 做了一回 大眼看小眼 外边挨叫得催住要去 御楼见不适事 向秀中拿出一钱银子来 打发抬轿的去了 不亦时 大镜子 二镜子 大师傅来了 月娘摆茶吃了 潘老老归到前边 他女儿房内来 被金莲尽力数落了一顿 说道 你没叫子前 谁教你来 嫩出丑画画的 教人家小看 潘老老道 姐姐 你没与我个钱而 老身那讨个钱而来 好容易筹办了这分礼而来 妇人道 指望问我要钱 我那里讨个钱而与你 你看七个窟窿道有 八个眼儿等住在这里 今后你看有轿子前便来他家来 没轿子前别要来 料他家也没少你这个旧亲戚 休要做打勇的现世包 官王卖豆腐 人硬或不硬 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逼声嗓气 前日为你去了 和人家大嚷大闹的 你知道也怎的 驴粪求而面前光 却不知里面瘦漆黄 几句说得潘老老乌乌夜 烟枯起来了 春梅道 娘今日怎的 只顾说起老老来了 一面安抚老人家 在里边炕上坐的 连忙点了斩茶与他吃 潘老老气得在炕上睡了一觉 只见后边请吃饭 才起来往后边去了 西门庆从衙门中来家 正在上访摆饭 忽有戴安拿进帖二来说 经老爹生了东南统治 来拜爹 西门庆见帖二上写 新东南统治监督曹运总兵官 京中顿首败 慌得西门庆连忙穿衣 官带迎接出来 只见兜总治穿着大红麒麟补服 魂金带进来 后面跟着许多疗愿军劳 一面让治大厅上叙礼币 分兵煮而坐 茶汤上来 京统治说道 前日升官赤书才道 还未上任 进来拜谢老翁 西门庆道 老总兵 荣卓恭喜 大财必有大用 自人之道 无备亦有光矣 荣当拜贺 一面请宽遵服 少做一饭 即令左右放卓尔 经统治再三致谢道 学生奉告老翁 一家上未拜 还有许多博荣 荣日再来请教罢 便要起身 西门庆那里肯放 随令左右上来 宽去衣服 灯石打抹春台 收十九果上来 受炭炖烧 暖帘低放 金壶针下叶 翠斩柱羊高 才针上酒来 只见郑春 王湘两个小幽儿来道 扒在面前磕头 西门庆道 你两个如何这咱才来 问郑春 双引号 那一个叫慎明子 郑春道 他换王相 是王贵的兄弟 西门庆吉令拿乐器上来弹唱 虚余 两个小幽歌唱了一套寂景融合 左右拿上两盘攥和点心煞饭 两瓶酒 打发马上人等 金统治道 这等就不是了 学生叨扰 下人又蒙次转 何以客当 吉令上来磕头 西门庆道 一二日房下还要结成 请尊正老夫人赏灯一叙 望起下降 在座者为老夫人 张庆家夫人 同僚和天全夫人 还有两位舍亲 再无他人 金统治道 若老夫人尊票制 见经一定屈腹 又问起 周老总兵怎的不见声转 金统治道 我闻得周菊轩也只在三月间有金融之转 西门庆道 这也罢了 做不多时 金统治告辞起身 西门庆送出大门 看着上马贺道而去 晚夕 潘金莲上寿 后听小幽弹唱 递了酒 西门庆便起身往金莲房中去了 月娘陪着大镜子 潘老老 女儿遇大姐 两个姑子在上房会的饮酒 潘金莲便陪西门庆在他房内 从心又安排上酒来 与西门庆踢几地酒磕头 落后潘老老来了 金 连打发他李平儿这边歇卧 他陪着西门庆自在饮酒 玩耍作一处 却说潘老老到那边屋里 如意 迎春让他热炕上坐着 先是老老看民间内灵前 宫摆着许多诗仙武老定圣桌 旁边挂着他影 音像潜到了个问讯 说道 姐姐好处升天去了 进来坐在炕上 向如意儿 迎春道 你娘勾了 观人这等费心追见 受这般大供养 勾了 他是有福的 如意儿道 前日娘的生日 请老老 怎的不来 门外花大镜子和大镜子都在这里来 十二个道士念 经 好不大吹大打 扬帆道场 水火炼度 晚上才去了 潘老老道 帮年逼劫 丢住个孩子在家 我来家中没人 所以就不曾来 今日你杨姑娘怎的不见 如意儿道 老老还不知道 杨姑娘老病死了 从年里 俺娘念经就没来 俺娘们都往北边 与她上寄去来 潘老老道 可伤 她大如我 我还不晓得她老人家没了 趁到今日怎的不见她 说了一回 如意儿道 老老 有中田久儿 你老人家用歇儿 一面叫 迎春节 你放小卓儿在 炕上 筛田久语 老老吃杯 不义时取道 饮酒之间 婆子又提起 李平儿来 你娘好人 有人意的姐姐 热心肠儿 我但来这里 没曾把我老娘 当外人看成 一道就是热茶 热水与我吃 还只恨我不吃 晚间和我坐着说话儿 我临家去 好歹包些什么 而与我拿了去 再不曾空了我 不瞒你姐姐美说 我身上穿的这批奥儿 还是你娘与我的 正经我那冤家 半分折针儿 也蹦不出来与我 我老身不打狂语 阿弥陀佛 水米不打牙 他若肯与我一个前儿 我 低了眼睛在地 你娘与了我些什么儿 他还说我小眼薄皮 爱人家的东西 想今日围教子钱 你大包家拿着银子 就替老身出几分便怎的 咬定牙二指说没有 到教后边西房里姐姐 拿出一钱银子来 打发抬教的去了 归到屋里 还鼠落了我一顿 到明日有教子钱 便教我来 没教子钱 修教我上门走 我这去了不来了 来到这里没得受他的气 随他去 有天下人心狠 不算这段寿命 姐姐你每听着我说 老身若死了 他到明日不听人说 还不知怎 么收成结果力 想着你从七岁没了老子 我怎的守你到如今 从小儿教你做真旨 枉于秀才加上女学去 替你怎么缠手缠脚二的 你天生就是这等聪明伶俐 道得这不田地 他把娘喝过来断过去 不看一眼儿 如意儿道 原来五娘从小而上学来 撑到嫩提起来就会拾字身 潘老老道 他七岁而上女学 上了三年 字房也曾写过 什么诗词歌附唱 本上字不认的 正说住 只见打的脚门字响 如意儿道 是谁叫门 使秀春 你瞧瞧去 那秀春走来说 是春梅姐姐来了 如意儿连忙捏了潘老老一把手 就说道 老老悄悄的 春梅来了 潘老老道 老生知道他与我那冤家一条腿儿 只见春梅进来 见众人陪着潘老老吃酒 说道 我来瞧瞧 老老来了 如意儿让他坐 这春梅把裙子搂起 一屁股坐在炕上 迎春便挨着他坐 如意坐在右边炕头上 潘老老坐在当中 因问 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 春梅道 刚才打发他两个睡下了 我来这边瞧瞧 老老 有几样菜饵 一壶二酒 取过来和老老坐的 阴阳及秀春 你那边叫秋菊多了来 我已是存下了 秀春去了 不亦时 秋菊用盒而多住菜饵 秀春提了一溪壶精华酒来 春梅吩咐秋菊 你往房里看去 若叫我 来这里对我说 秋菊去了 一面白酒在炕镯上 都是烧鸭 火腿 海味之类 堆满春台 秀春关上脚门 走近在旁边陪坐 于是筛上酒来 春梅先帝了一钟与潘老老 然后帝如意尔与迎春 秀春 又将护一叠而内 每样剪出 帝与老老众人吃 说道 老老 这个都是整菜 你用歇尔 那婆子道 我的姐姐 我老身吃 因说道 就是你娘 从来也没费嫩个心 管带我管带儿 姐姐 你倒有西姑爱老的心 你到明日管情一步好一步 敢是俺那冤家 没人心没人意 即便为他心龌龊 我也劝他 就扛得我湿了色 今日早是姐姐你看着 我来你家讨冷饭来了 你下老时那等扛我 春梅道 老老 爸 你老人家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俺娘是争强不服弱的信尔 比不得六娘 银钱自有 他 本等手里没钱 你只说他不与你 别人不知道 我知道 想俺爹虽是有的银子放在屋里 俺娘正眼儿也不看他的 若欲助买花东西 民工正义问他要 不嫩蛮蛮藏藏的 叫人看小了他 怎么张住嘴而说人 他本没钱 老老怪他 就亏了他了 莫不我护他 也要个公道 如意而道 错怪了五娘 自古亲而古肉 五娘有钱 不孝顺老老 勺刀上来 便叫迎春 二姐 你拿头盆尔来 咱每置个头儿 抢红耍子尔罢 不亦时 取了四十个头儿的头盆来 春眉先雨如意而至 至了一回 又雨迎春至 都是赌大中子 你一盏 我意中 须于 竹叶穿心 桃花上脸 把一吸瓶酒吃得庆敬 迎春又拿上半坛麻姑酒来 也都吃了 约莫到二更十分 那潘老老老人家熬不得 又早前靠后 仰 打起盹来 方才散了 春眉便归这边来 推了推脚门 开着 进入院内 只见秋菊正在民间板壁凤儿内 已住春邓儿 听他两个在屋里刑房 怎的做声唤 口中呼叫什么 正听在热闹 不妨春眉走到跟前 向他塞夹上尽力打了个儿瓜子 骂道 贼少死的囚奴 你平白在这里听什么 打得秋菊蒸蒸的 说道 我这里打盹 谁听什么来 你就打我 不想房里妇人听见 便问春眉 她和谁说话 春眉道 没有人 我使她关门 她不动 鱼 是替她直过了 秋菊揉着眼 关上房门 春眉走到炕上 摘头睡了 正是 苍更有意留残景 杜宇无情练晚辉 一宿晚景提过 次日 攀金莲生日 有父伙计 甘伙计 奔似娘子 崔本媳妇 段大姐 吴顺臣媳妇 郑三姐 吴二进子 都在这里 西门庆约会吴大舅 英伯爵 整衣官 尊詹氏 骑马鹤道 往和谦户家赴席 那日也有许多官客 四个唱的 一起砸耍 周首辈同席饮酒 至晚回家 就在前边和如意儿歇了 到初十日 发帖儿请众官娘 子吃酒 月娘便问西门庆说 趁住十二日看灯酒 把门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姐 也带着请来坐坐 省得教她知道脑 请人不请她 西门庆道 早是你说 吩咐陈静记 再写两个贴 插擎铜儿请去 这潘金莲在旁 听着多心 走到屋里 一面窜多潘 牢牢就要起身 月娘道 牢牢你荒去怎的 再消住一日二世的 金莲道 姐姐 大正月里 她家里丢住孩子 没人看 叫她去吧 慌得月娘 装了两个盒子 点心茶食 又与了她 一钱叫子钱 管 带打发去了 金莲因对着 李娇儿说 她明日请 她有钱的 大姨儿 来看灯吃酒 一个老行货子 官媒官演的 不打发去了 平白 教她在屋里 做什么 带要说 是客人 美好衣服穿 带要说 是烧火的 妈妈子 又不像 倒霉的 教我惹气 因西门庆史 带安儿 送了两个 请书儿 网昭宣府 一个请林太太 一个请王三官儿 娘子皇室 又是她院中 早叫李贵儿 吴银儿 正爱月儿 红四儿 四个唱的 李明 吴慧 正奉三个小幽儿 不想那日 奔寺从东京来家 梳洗头脸 打选衣帽 起整 来见西门庆磕头 地上下指挥回书 西门庆问道 你如何这些时不来 奔寺巨言在 金感冒打寒一节 直到正月初二日 才收拾起身回来 下老爹多上父老爹 多成看顾 西门庆照就还把 要使教与他管容线铺 另打开一间 教无二就开铺子 卖筹券 到明日松江货传道 都谢在狮子街房内 同来宝发卖 且教奔寺教花匠 在家传造两架烟火 十二日要放与唐客看 只见应伯爵领了 李三见西门庆 先到外面乘邪之事 坐下吃壁茶 方才说起 李三哥今有一宗买卖 与你说 你做不做 西门庆道 什么买卖 李三道 你东京行下文书 天下十三省 没省要几万两银子的骨气 咱这东平府 坐派住二万两 批文在寻暗处 还未下来 如今大街上张二官府 破二百两银子 干这宗批要做 都看有一万两银子寻 小人会了二书 竟来对老爹说 老爹若坐 张二官府拿出五千两来 老爹拿出五千两来 两家合住做这宗买卖 左右没人 这边是二叔和小人与黄四哥 他那边还有两个 伙计 二分八历钱 为之老爹意下何如 西门庆问道 是什么骨气 李三道 老爹还不知 如今朝廷皇城内心盖得更远 改为寿月 上面起盖许多亭台殿阁 又建上青宝陆宫 慧珍堂 玄神殿 又是安妃娘娘梳妆阁 都用着这真琴奇寿 周夷商顶 汉传琴炉 轩王十古 历代同低 仙人掌成鹿盘 并稀释古董玩器摆设 好不大新工程 好少钱粮 西门庆听了 说道 鄙视我与人家打伙而坐 不如我自家做了吧 赶量我拿不出这一二万银子 来 李三道 得老爹全坐又好了 安美就瞒着他那边了 左右这边二叔和安美两个 再没人 伯爵道 哥 家里还添个人而不添 西门庆道 道跟前在天上奔寺 替你们走跳就是了 西门庆又问道 批文在那里 李三道 还在寻案上边 没发下来历 西门庆道 不打紧 我插人写封书 封些礼 问宋松源 讨将来就是了 李三道 老爹若讨去 不可持智 自古兵贵神速 先下米的先吃饭 成孔迟了 行到府里 吃别人家干 的去了 西门庆笑道 不怕他 就行到府里 我也还叫宋松源拿回去 就是胡福尹 我也认得 于是留李三 伯爵同吃了饭 约会 我如今就写书 明日插小假去 李三道 又一见 宋老爹如今暗怨不在这里了 从前日起身往眼周府盘查去了 西门庆道 你明日就同小假往眼周府走遭 李三道 不打紧 等我去 来回破五六日罢了 老爹刹那位管家 等我会下 有了书 教他往我那里歇 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 西门庆道 别 人你送老爹不信的 他常洗的是春红 叫春红 来绝两个去吧 于是叫他二人到面前 会了李三 晚希望他家素歇 伯爵道 这等才好 是要早干 高才集足者先得知 于是与李三吃必饭 告辞而去 西门庆随即叫陈静记写了书 又封了十两叶子黄金在书帕内 与春红 来绝二人 吩咐 路上仔细 若讨了批文 即便早来 若是行到府里 问你送老爹讨张票 问府里要 来绝道 爹不肖吩咐 小的曾在冲州答应过徐参议 小的知道 于 是领了书礼 打在身边 进往李三家去了 不说十一日来绝 春红同李三早顾了长行透口 王衍周府去了 却说十二日 西门庆家中请各堂客饮酒 那日在家不出门 约下吴大舅 谢西大 长治劫四位 晚夕来在卷棚内赏灯饮酒 王皇庆家小司 从早晨就挑了箱子来了 等堂客到 打铜锣鼓迎接 周首被娘子有眼疾不得来 插人来回 只是金统治娘子 张团练娘子 云指挥娘子 并瞧庆家母 崔庆家母 吴大姨 孟大姨 都先到了 只有和谦护娘子 王三官母亲 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见到 西门庆史排军 戴安 秦童儿来回催腰了两三遍 又是闻嫂儿催腰 五间 只见林氏一顶大轿 一顶小轿跟了来 见了礼 请西门庆拜见 问 怎的三官娘子不来 林氏道 小儿不在 家中没人 拜必下来 只有和谦护娘子 直到晨午半日才来 坐着四人大轿 一个家人媳妇坐小轿跟随 排军抬着衣箱 又是两个轻衣人 紧扶助教扛 到二门里才下轿 前边古月吹打迎接 五月娘仲姊妹迎至一门首 西 门庆悄悄在西厢房 放下帘来偷桥 见这蓝氏年约不上二十岁 生的长挑身材 打扮的如粉装玉琢 头上朱翠堆满 凤桥双叉 身穿大红通秀五彩妆花 四瘦麒麟袍 细柱金香碧玉带 下衬柱花锦蓝裙 两边进步叮咚 射蓝扑鼻 弹剑 仪容娇媚 体态轻盈 资性耳百灵百利 身段耳不短不长 细弯弯两道鹅眉 直亲入病 低流流一双凤眼 来往学人 娇生耳似传日流音 嫩妖耳似弄风扬柳 端帝是启罗对礼生来 雀艳豪华气象 朱翠从中长大 那 堪亚旦疏辱 开遍海棠花 也不问夜来多少 飙残扬柳戌 竟不知春意如何 轻一连步 由蕊珠仙子之风流 款簇香群 似水月观音之态度 正是 笔花花结雨 笔玉玉生香 这西门庆不见则已 亦则魂飞天外 破丧久消 未曾体骄 经破先师 少请 月娘等迎接进入后堂 相见叙礼已毙 请西门太拜见 西门庆得了这一生 连忙整衣观行礼 恍若琼玉树临凡 神女乌山降下 躬身失礼 心摇目荡 不能禁止 拜见陛下来 月娘先请在卷棚内摆过 茶 然后大厅吹打 安息上座 各依次序 当下林太太上席 戏文办的是 小天香半夜朝元祭 唱得两折下来 李贵姐 吴银儿 郑月儿 红四儿四个唱得上去 弹唱灯词 西门庆在卷棚内 自有吴大舅 英伯爵 谢熙大 常智杰 李明 吴慧 正凤三个小幽儿弹唱 饮酒 不住下来大厅格子外往礼官去 看官听说 明月不长远 采云荣亦散 乐极悲声 匹极太来 自然之礼 西门庆诞之争名夺利 纵意奢淫 书不知天道恶淫 鬼路来追 死献林 头 到晚西堂终点起灯来 小幽儿弹唱 还味道起更十分 西门庆陪人坐的 就在席上 吼吼的打起睡来 伯爵便行令猜玫鬼混他 说道 哥 你今日没高兴 怎的只打睡 西门庆道 我昨日没曾睡 不知怎的 今日只是没精神 要打睡 只见四个唱的下来 伯爵叫红四尔与 郑月尔两个弹唱 吴银尔与李贵姐弟酒 郑耍在热闹处 呼带安来报 王太太与和老爹娘子起身了 西门庆就下席来 黑银里走到二门里守 偷看他上轿 月娘众人送 出来 前边天井内看放烟火 蓝氏已换了大红遍地金雕鼠皮奥 林太太是白铃奥儿 雕鼠披风 带着金串玉佩 家人打灯笼 簇拥上轿而去 这西门庆正是恶眼江川 蝉闲空烟 恨不能就要成双 见蓝氏去了 悄悄从家到进来 当时没巧不成语 因缘会凑 可煞作怪 来绝儿媳妇见唐克散了 正从后边归来 开房门 不想顶头撞见西门庆 没处藏躲 原来西门庆见媳妇子生的侨样 安心已久 虽然不及来望期宋氏风流 也颇冲得过第二 于是乘着酒星 而 双冠抱进他房中亲嘴 这老婆当初在亡皇庆家 因是养主子 被家人不愤嚷闹 打发出来 今日又撞住这个道路 如何不从了 一面就地舌头在西门庆口中 两个姐一退库 就按在抗言字上 多起腿来 被西门庆就耸了个不亦乐乎 正是 未曾得玉婴娘面 且把红娘去解禅 有师为证 灯月焦光尽玉湖 分得清光照绿珠 莫道使君中有父 教人桑夏密罗夫 这段 我们下雨